泰勒和梅拉尼塔·潘贾斯原本打算举办一场热闹的新婚派对,然而却因为新冠疫情而无法实现。 因此,他们决定将婚礼现场改设置在当地的妇女收容所,并且带上原本预定的食物,为需要帮助的人奉献自己的爱心。 婚礼当天,泰勒和梅拉尼塔身穿礼服和婚纱,并戴着防护帽和口罩,为劳拉斯之家的妇女们送上丰盛的食物。 劳拉斯之家一共有超过130名的妇女和儿童一起享受了这场特别的新婚派对。 收容所的组织者表示,他们从未有过类似的经历,而这对新婚夫妇带来的善举将会鼓励更多人奉献爱心。 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。